來講一個較無奈新聞 今年到月發生複雜 土會這個 屏東民用科技公司 拍什麼租金大量的圓工 這個發生火災之後 當時公司答應說 薪水會獲得二大 不過土會一二千 目前議員是停工 什麼時候會獲工 不知道 現在有人在指控說 民用租金二百公司的人 而且沒有二大獎金 有二個圓工 我們出面替公司講話 說公司今年真正困難 雖然沒領到年底總金 但是主権費比羅技法規定的更多 另外民用黨署長 夏培教官說 公司保持開放的態度 學港的時候 歡迎大家又回來上班 賓東民用科技公司 博雜 倒閉後第一時間 公司答應對原工輸出 不過現在說團出要把很多原工洗掉 有網友報問說 民用科技公司叫原工 當時吃到家 看後果貨在過年那裡 公司只能讓人租金費 未來的賬金也沒有 問大家這個做法跟學費 遺憾當然是會有 尤其是我們去年年中 每個人都是過了一個好年 公司有公司的考量 那我們完全尊重公司 雖然說我們也是有經濟的壓力 但是如果說公司也有它自己的壓力 聽了壓力的內容 有在地和你一個萬港 都出面替公司公會 其實民用科技公司在大會前前 萬港都做659人 本國一萬港554人 議館發生後對來保安港 進行議館調查 所以提出經濟是六港的計劃 現在已經有200公司的行動 被控洗掉 雖然說民用科技公司 未必明年三過二十六天 不然使得升等嚴重的一日前 有一樣是天港的計劃 結果還要經過第三方嚴重 所以很多種的科學 果不理中才會跟萬港失調 對無同義公司肯定萬港 強行民用公司在這個交通嚴重 要保護他應該在地區的關係 好 我是林傳沛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 或是體談動態嗎 趕快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